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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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今集的爱想回家 在过去的十一集里面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家庭暴力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私奕者有可能會配上刑事或民事上的責任 而被弱者或目擊的小朋友亦會帶來深深的影響 但大家未必知道家庭暴力發生之後 可以有甚麼尋求的出路 今集我們請到和諧之家的徐美欣姑娘 跟我們談談我們可以怎樣做 或是不幸發生了 我們可以怎樣做 其實我們都會有兩個層面的討論 首先是情緒支援 受家暴困擾的人士 包括施虐者、受虐者或目睹家暴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都有些心理的壓力 所以他們都可以透過社會服務機構的熱線電話 包括我們之家的24小時婦女求助熱線 男士服務熱線和小白兔心聲熱線 都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舒容他們心理的問題、壓力 而在討論、談談當中 亦都可以轉介他們去其他資源 除了我們之外 其他社會服務機構 都會有不同的熱線主題 包括處理婚愛性 處理婚姻的輔導 或是一些金錢問題的處理 這些熱線都會幫助不同的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其實這些部門也分得很仔細 但這些熱線是否24小時 我隨時發生就可以打 基本上婦女求助熱線都是24小時 希望幫助他們危急情況 但有些另一種性質 例如主力情緒支援 就會有些時間性 都可以回到不同的機構 可以把資料保密嗎? 一定會 因為會保障求助者 鼓起勇氣去求助我們 很多人最擔心是這件事 擔心被老公報復 所以我們也會教父女 譬如電話不要寫下 求助熱線 這些技巧都提起他們 你打出來也盡量不要給先生 絲 除了情緒的支援上 譬如我很危急的時候 可以打什麼呢? 打狗狗狗呢? 最鼓勵第一個反應 大家要先報警 危及到生命的時候 而其實除了報警這個途徑之後 社會上也有一些庇護中心 其實可以提供緊急的住宿服務 給一些受虐的婦女和她的小朋友 除了我們華海之家之外 另外還有三間庇護中心 其實都提供過很全面的住宿 和日常生活的服務 譬如小朋友可以正常上學 如果他們真的有安全問題 不能上學 他們甚至可以留在庇護中心裏 有個補習 令他們的日常生活 不要大受影響 除了我發生了家庭暴力 我之後可以尋求的出路 我之前如何預防 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 其實都希望大家在家庭裏 從自己出發 在家庭裏面做過貢獻 我們都推崇了一些家庭價值 希望鼓勵大家 譬如尊重、平等 為了一個家庭 大家都有份的 父母、子女各樣 各個都是一份子 沒有分彼此 另外也會關懷戶外 譬如要父親體諒 父母上班 小朋友可能要體諒 回去工作很辛苦 賺錢回來 但反過來 父母也要想 不要太大學業上的壓力 給小朋友 他們上學 也有競爭性很辛苦 所以互相體諒也很重要 其次就是他們的共同參與 因為家庭都是大家 例如小朋友可以幫忙 做家務、分擔 除了看電視、享受這些娛樂 也為家付出 這也是共同參與 其實再推下去的時候 當他們培養到一個 龜屬感在家裡的時候 當他們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拿出來一起去談 共同給予意見 去得出一個大家都好的答案 去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家 解決這個推動力也會大一點 因為對於這個家 真的很意外、很有龜屬感 除了自己建立一個和系的家庭 其實也不能忽視 其實有很多家庭暴力的案件 我們外人其實是可以幫忙的 除了政府給予他們的資源 或者你們的幫忙之外 建立一個好的倫理關係 其實也很重要 對呀 因為我們很多個案 其實有很多時候 都在界論社 知道這件事 去報警也好 或者叫受虐婦女 或者小朋友 去勤求協助 所以其實倫理關係很重要 所以也希望鼓勵大家 多點留意身邊的親朋戚友 隔離屋 譬如他們會不會突然間 有些情緒的變化 比平時沉默了很多 或者大吵大鬧了 很暴躁 很容易吵架 或者經常都哭 其實這些情緒反應 都可以多加留意 如果留意到的時候 當然是多點關心 再進一步 如果你身邊真的有朋友 或者有親戚 是已經發生家庭暴力 首先你可以幫忙 你的協助就是 要做一個保密 因為他都是信得你 他才肯跟你說 如果你到處商量 他根本就不放心 跟你說回他 跟著的事 其實幫不了他 另外也要尊重他的決定 如果不是及生命的話 都盡量鼓勵他們 做回自己的決定 不要說批判他 你這樣做不對的 你不可以離開家 其實這些都會阻礙了 他自己本身事發的人的危險性 再進一步 也鼓勵這些協助者 叫一些受藥的朋友 去尋求協助 譬如找其他的朋友 找社工 找警察 找職業人士的幫助 如果真的受過傷 可能要找醫護人員的幫助 這些都是鼓勵他 去建立這些網絡 而再下一步 其實可能也要鼓勵他 平時接觸多些社區服務資源 希望有甚麼事都會幫到 所以都很重要 其實大家有責任在身上 當然要照顧自己的安全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有時候很害怕 參與別人的家事 可能那個老公 都會對自己有這個危險 所以自己也要顧自己的安全 都希望盡量做到一些情緒 甚至是一些實質 可能遞個電話 遞個扶助電話給個婦女 希望她一天有用的時候 幫到她走出這個困局 其實要建立一個和系的家庭 真的很不簡單 因為首先你一定要自己很好 有一個很好的價值觀 很懂得如何做人 之後就有一個和系的家庭 之後我們又要很留意倫理之間的關係 因為她幫助別人 我們才能有一個和系的社會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層面的人 都要很努力去學這件事 今天很感謝徐姑娘 而我們十二集的愛想回家 也已經來到尾聲了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愛想回家 真正正可以建立到自己的和系家庭 再見 再見 再見